大便变细变短是肠癌 这可能是我最近听到过最搞笑的一件事的 嗨大家好我是卫谈之后的亲生 之前做了一个视频谈了一下各种症状和肠癌的关系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我的大便最近变细变短 上网一查都说这个东西是肠癌啊 那么今天视频就用三个步走的这个招式 告诉大家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肠癌的一个可能性 先给大家明确的说 这个东西也是和肠癌没有一个明确的联系 先说第一步 我们要知道人的大便呢 它是怎样排出体外的 那很多人上来就说了 那就是东西刚刚排出体外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大便不是说形成啊 它就立马排出体外 它是需要在我们的直肠这边 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从压力就产生一定的压力 从而刺激门口的排便感受器 从而让你有想上厕所的 这种感觉之后呢 整个肠道协调用力 把大便冲过肛门给挤压出体外 那么知道这一步之后 我们来谈第二点 就是你排便的时候 那你想一下 这个粪便 它的这不管是粗细 以及它的外观 长短 是取决于哪 那肯定是取决于肛门和你的直肠了 那比如说这是一坨大便 那这个大便 它通过肛门的时候 通过这个肛门的时候 那你的肛门是不是缩得越紧 它会变得越细 那如果你在排便的时候 肛门一收缩 一用力 很快就断成两截了 那就会变成又细又短了 这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问题 它就出在肛门 那我其实平时会发现很多朋友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说他在网上看了这个大便变细变短之后 或者说要观察大便 可以早期发现 一到大便的时候就特别的紧张 每次大便的时候呢 恨不得拉一下 站起来看看后面的大便 拉一下看看大便 正常不正常 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它大便的时候完全放松不下来 导致肛门口一直处在一个紧缩的状态 它的这个每次自己想这个地方的时候 肛门一收缩一收缩 就会把大便给切成一截一截了 从而导致大便成为一个 这种又细又短一截一截的这种情况而存在 所以说从这点你可以明确的看到 这个东西其实和肠癌没有一个必然联系 你真的说实在真的长肠癌了 导致你肛门口被堵住了 它肯定最主要的症状可不是你大便变细变短的问题 而是会导致你大便根本拉不出来 我还见过很多人因为特别紧张大便这个情况 没有大便的时候也想上厕所 蹲蹲蹲把大便给拍出来 那你想想这时候你肛门口 就是你直肠里面就没有多少大便 你硬把它给挤出来 它能挤多粗能挤多长呢 那必然也是又细又短的这种情况呀 那就跟我之前谈过 人的大便为什么前面粗后面细呢 那你想想前大便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它前面的大便量比较多 因为重力的作用 包括挤压的作用 你把大便给挤出来的时候 那肯定是前面多的时候 它是粗的 到后面没多少大便了 那你肛门边收缩边那样 那就是前面出后面细的这种状态了 所以说你真的没有去大便的形状去研究肠癌 这真的没有什么必要 再谈第二点 你就要知道一个情况 如果你真的因为自己特别紧张 导致这种大便变细变短的那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继续往下想了 这时候大概率和肠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如果你还是纠结 咱们就走第三点 那你如果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人的话 你最好去医院做一个肛门指甲 当然了 你直接做常见肯定是最好的 做肛门指甲 你可以明确的摸到你肛门口 有没有长什么东西 你的肛门口是不是紧 你的肛门口是不是有炎症 等等这些情况是可以摸出来的 那如果你肛门口摸一摸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刺痛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用纠结了 大概率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真有问题 里面真的长什么东西了 它也不会影响你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 它真有什么问题 导致大便改变 也是在肛门口的这个情况 如果要是说肛门口没问题 基本上来说 你的大便变细变短这种情况的话 它和肠癌关系就不大 那当然了 一步到位直接做常见 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说呢 你真的没有必要过于纠结大便的形状 从而说导致自己天天紧张兮兮了 每次上厕所就成为一个心理负担了 不想上 又想去厕所看看这些大便 上的时候又特别紧张 图啥呢 大便 其实人排便 其实是一个挺快乐的事情 你把这东西搞得成为一个心理负担了 其实挺没意思的 关于这个问题就说这么多了 也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